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 嘎吱作祥 KRIX 那這個名字其實完全沒有告訴我們一點關於這個遊戲的什麼東西 我知道它是KRIX,你看這個畫面是黑的 它剛剛只是跑完它的那個製作商 然後就換了這個畫面 那這個遊戲呢,它其實是跟機械謎成同一個製作商 所以風格也是非常相似的,就是那種手繪的解謎遊戲 那今天這個影片我不知道我講話聲音跟音樂大家想得多怎麼樣 因為就像我昨天的影片那樣說 就是剛開始用新的耳機,我還需要可能適應一下 那先開始遊戲 那時候會看上這個遊戲 除了因為它的名字很奇怪 就是叫KRIX 嘎吱作祥 然後完全不知道幹嘛之外呢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風格 算是我喜歡的 呃...兩度這樣好了 所以我就想說 就看看是什麼製作商 因為很常 就是開發商 就是像這種,我有興趣 看名字 就那種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看畫風好像還可以的遊戲 很多都是大陸的 大陸的遊戲 呃...說實話 我自己有點保留 因為你看它的手遊啊 或其他遊戲 其實還好啦 就是主要是手遊的觀感比較差 我隨便說 我就盡量不要買大陸的遊戲 因為... 而且這個遊戲也滿便宜的 就是...一百多港幣 不到六百塊台幣 所以我就...那時候就特地去搜 我才發現它是那個機械名稱的同一個開發商 那我就覺得 嗯...好...這個買的... 可以買了 我們來看看吧 那解謎遊戲就...一集 我一定會...那個... 會...卡關喔 呵呵... 他在... 哦... 他在讀書 他在教我了 我可以往...看上...看下 好...就...左右 對...好... 回來讀書 他是也有台燈不是嗎 這個就關掉啊 現在壞掉 雖然有點可怕 蛤? 牆剝落了 看看 欸...不對 我以為他要拔下來看 靠 哦... 是個通道嗎 欸...真的欸 畫面很細緻 我喜歡這種特別風格的... 遊戲 那解謎也不是我的強項 所以呢... 就... 就只是單純喜歡而已 欸...我手電筒呢? 搖過去啊 欸... 咬不過去啊 欸...斷掉了 靠... 那...這裡就是整個遊戲... 的... 場景 爬太慢了吧 也沒有拉拉機 爬滿快的 這好像很熟耶 這好像很熟耶 那圈... 啊... 然後呢... 我一定是自由了喔 沒有東西耶 欸...那個梯剛剛有想爬 跑不到 欸... 這邊呢 還是是我的問題 喔...是往下的啦 剛剛以為是往上的 這邊呢? 這邊有什麼 喔... 這是教學 喔...可以跳一層 這邊... 這邊... 先上去看看好了 好...這邊沒東西 哇...按圈子是...抓頭髮 可以下去或跳過去 先跳過去 好...跳過去沒有... 沒有東西 到底是什麼啊...這個... 他會自己動的吧 他該不會也是機器人 如果說整個...整個地堡也是機器人 那他會動 我就發現他的腳這樣子 是不是 那重點是我現在在幹嘛 是跑來跑去啊 哇...機械狗 很累了 死了嗎 哈哈... 那這樣的話 我應該是要... 在這邊引誘他過來吧 我想說他會有教學什麼的 來啊...過來啊 靠... 為什麼沒用 那這邊是什麼 我已經卡關了 才開始...幾分鐘耶 他... 他的樓梯是往下的啦 靠... 很奇怪 我怎麼上不去 有時候看不太出來還是往上 其實剛剛那個應該要看出來啊 他上面是沒路 但是我一直以為是往上 風箭嗎 他就往上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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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咧 欸...這是幹嘛 喔...這一層我還沒來過 喔... 那我這邊... 過去引他過來嗎 那邊跳過去看看 底下應該是沒東西啦 對... 因為底下我下去過對 欸... 掉了什麼 那圈去偷看 還是狗 下去之後... 可能就立刻往左 是這個意思嗎 應該是吧 欸...這裡是... 喔...是狗子的 對不對 欸...有了 欸... 欸靠... 忘記那邊已經封起來了 那我應該... 看一下 我把這邊打開之後 這邊打開 然後走過來 先把他引過來嗎 先把他引過來嗎 好啦... 好啦...好啦...沒事了 原來是這樣子... 掉到什麼 唉唷 這是...蟹子的尾巴嗎 看看下面... 是什麼... 欸... 就這樣子... 哦... 這就是那裡 然後... 立刻衝過來 哦... 剛剛偷看就是這個意思 剛剛那個圈是什麼 哦...哦...可以移動 這裡... 這裡... 哦... 喂...喂...剛剛沒看到... 嗯... 這裡的話... 好像沒辦法 還是這邊把他引過來 再把另外一隻... 應該是 靠... 慢了... 單走太近... 應該是這樣子吧 好... 這是速度的活 這邊...有什麼嗎 有耶... 哎唷... 哎唷... 靠靠靠靠靠... 走啊...走走走走走... 先往上... 哦... 哇... 原來是這樣子... 等一下才問下去囉... 看一陪... 好奇... 這邊有什麼... 哇...這邊就是告訴我這個東西吧... 欸... 說不定應該上去了... 欸... 說不定應該上去了... 應該不會被充值吧... 應該不會被充值吧... 那這邊是什麼... 這邊... 有... 有...很多下去的人... 欸... 等一下... 這位是下... 哪裡... 欸...又另外一個點喔... 欸... 走那麼多... 那麼多地方... 要怎麼走... 藝術收藏家... 然後呢... 好吧... 那好像... 只是這樣而已... 這位可以下去嗎... 可以... 呃... 太棒了... 然後咧...這個呢... 這個呢... 啊...要讓它衝過來... 先把它推過去... 哎呀... 我把它當成動森了... 所以... 我把它... 一直爬過去... 好... 然後呢... 走過來之後... 關這個... 好... 欸... 它按一下就那個... 然後又把它推過來... 開這個... 欸... 好啦... 好啦... 可以了... 可以上去了... 欸...我好像走了很多地方... 但是我不太知道... 我愛幹嘛耶... 我是離開這裡嗎... 我要... 什麼鬼... 哦... 這邊有... 有...燈... 那先不管它了... 哦... 把這個拉過來... 然後... 我就走了... 這蠻酷的... 我先下去引誘它... 媽... 他說我下去引誘它... 然後呢... 然後... 欸靠... 慢了... 應該早一點... 不應該懷疑的... 是... 我應該會遣到這裡... 我應該會遣家... 我應該會遣家... 要不要緊... 我應該會遣家... 很容易... 你應該會遣家... 對... 好,我知道我錯了 啊,只能死 這個很緊湊耶 那我們 過完這個部分,沒過了 欸,沒過 應該是等他要先引游下面那隻狗過來 然後呢 就可以往上了 好啦,我們今天先到這邊結束好了 沒想到那個checkpoint還不錯 好存在那個點 這個影片可能會短一點,因為這個太吃腦了 我覺得我不可能玩到太久 我們今天先到這邊結束囉 謝謝大家收看,掰掰